究竟圆满到彼岸也叫做动 心意翻作圆集 圆集 功德究竟圆满 福慧二言 所以叫做圆 烦恼完全断尽 无助究竟二死永亡 所以叫做集 集 烦恼断尽的意思 这是心意把涅槃翻成圆集 而就位涅槃呢 也有翻作迷环的 迷环或者是迷缘 那么那是涅槃的音 重倾音不同而已 翻音的重倾不同 用意内容是相同的 佛化道圆满而提 宣布要涅槃了 它的功用很多了 那么可以紧接那些懈怠的众生 他不敢懈怠 福入灭之后 那么就没有佛好清金了 大家就不敢懈怠了 那么因此之故 大家会提起精神 努力尽修 所以不妨宣布涅槃了 来度化众生 印以涅槃的肚子 佛际视线涅槃 来度化他 那么关于涅槃的意义 后边再讲 接下去就说 第四受祭童 释迦牟尼佛在法法会上受祭 但是现在 这个事情不能一下子表露出来 所以因此经文只说 受这个一生补助菩萨的祭 不说受生文祭 实际上法法经的主要受祭是生文 是受生文祭 但是现在经文里面呢 不能把这个受生文祭的道理表达出来 这还要保密 保留一点点 如果这个时候就说受生文祭的话 后边没有细唱啊 后边不能受祭了 因为让他们先知道 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 生文可以成佛 所以不能让生文人先知道 将来佛受法法经 就要为他们受祭 就好像你们 火人家家又多 采200盘出来 你们再来 这些什么采 他们端出来 没有端出来 现在只是跟你说 甲乳度 谁挖出 先跟你说 后边是甲乳度 谁挖出 但是不跟你说 有几道菜 什么菜 再跟他说 那你就眼睛看住 蹬住 等到他出来 你就会知道 所以现在虽然说受祭同 但受的祭不是生文祭 实际上是不同的 但是以这个受 一生补助菩萨祭 来立这个生文祭 后边就会相同 经文说 时有菩萨 明月得赞 日月当明佛 经受奇迹 告诸比丘 是得赞菩萨 四大作佛 后月进身 多托欧缺度 欧罗后 三毛三佛托 这是说当时日月当明佛 受得赞菩萨祭 这个得赞菩萨 就是好像释迦摩尼佛 当时的弥勒菩萨 情况相同 佛受弥勒祭 弥勒是一生补助菩萨 弦结千佛当中 弦结千佛当中 释迦摩尼佛 第四尊 那么弥勒是第五 现在释迦摩尼佛 为弥勒受祭 但是受弥勒 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有 法法经里面 现在中文的法法经没有 那么看起来好像不同 而这里就是说 这个得赞菩萨 就是日月当明佛 替他受祭 将来成佛 日月当明佛 入面以后将来成佛 他一位菩萨 就好像释迦摩尼佛 入面以后 将来第十小节的剪接 到了八万岁的时候 弥勒成佛 跟那个情况相同的 是受一生补助菩萨祭 得赞 他的功德修道 等觉的地位 加满了 他里面含藏了 好多的诸法的 真理的道理 他又能出生一切诸法 使众生依法修行成就 所以叫做得赞 这是妄文三义的解释 那么这个得赞菩萨 是当时的一生补助菩萨 所以日月当明佛 替他受祭 佛 接受其祭 祭 就是法法说完之后 宣布又入面之前 就替他受祭 受祭 有四千级别 他将来成佛的四项 在什么地方成佛 还有多久 成佛的时候 度多少人 世界的情况如何 那就叫做受祭 到后边有受祭瓶 那么一一都可以看到 受祭的行情 那么当时日月当明佛 对大众宣布说 告诸比丘 比丘就是日月当明佛的 圣文弟子 我跟你们说 是得赞菩萨 其次当作佛 就是日月当明以后 其次就成佛了 成佛以后叫做什么佛呢 叫做净身 清净身心的净身佛 那么以阴的断烦牢 而是法身成就 所以以阴修阴 来显示果的的庄严 而叫做净身 下面的翻语 这是翻字不翻音 字是翻成中国字 念起来还是印度音 就是十种通号的前三种 多多其度 翻成中国话就是如来 如来 阿罗汉就是印共 阿罗汉 阿罗汉印共 三毛三佛陀 就是等正觉 等正觉也就是正变之 那么这就是十种通号的前三种 如来 应共 正变之 这个道理在前面讲十号的时候 讲过了 这里不必再讲 那么就是成佛了 必定十号具足 十号圆满 现在这里只说三号 三号十号 平等平等 简略说三号就会包含十号的 这个功德 详细说就是十种通号 现在是简称 所以三号 本来法法经是受生文记 现在这里说受一生补处菩萨的记 这看起来是不同 但是这里因为不能啊 把这个后边受生文记的事实表达出来 事实表达出来 后边受祭就有为难了 不能先让他知道 所以还没受祭之前 声文人不知道自己能成佛 声文人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那些声文弟子们 都是等到上周说法 法说一周 说完了之后啊 方便评说完 为设立佛受祭啊 声文人才知道声文能成佛 才知道他们 欧罗汉也能再进一步修行成佛 没受祭之前他们是不知道的 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 佛还没出钉啊 所以不能说 不能说的将来是有受祭这一则事情 只好用这个受一生补处菩萨的这个祭啊 来代表 说有受祭是相同的 不过后边是受生文记 有人就会提出疑问说 这个后边既然没有受弥勒的祭 怎么可以说相同呢 我法法经是不是完全翻成中文 不得而知啊 根据法法文句里面说 智泽大师当时他曾见过一位翻生 印度来的初夏人啊 印度来的比丘翻生 那么他请问他 在印度的法法经啊 究竟有多少 他说印度的法法经 那个翻问的法法经 如果要把它排下来啊 可以排巴里路 法法经必定很多 既然很多没有通通翻译过来 还没有翻译过来的 必定很多 那么没有翻译过来的法法经当中 我们不能说里面没有受米勒记的 也许里面有 只是没有翻译过来而已 我们不能因为中文里面没有受米勒记就断定不同 也许没有翻译过来的法法经里面有 也不得而知 所以授记的是 授记这件事情是相同的 只是人不同而已 这是说的一生补处记 后边受生文记 记是同的 后边第五 灭后通经同 佛入灭以后流通法法经 霸王子称 当菩萨流通法法经 那个司机 以佛入灭以后 这个说法法经还没入灭之前 说法法经到最后 由弟子们来弘扬法法经 这个用意也是相同 经文后面有三段 第一 正明入灭 第二 明灭后通经立一 第三 结会古经 第一 正明入灭 正说明 日月丹明佛 法法经说完了 授记完了 就入灭 所以说 佛授记 便以中叶入无疑涅槃 日月丹明佛 可能是出在 比较亲近的国土 成佛 所以不必说涅槃 所以法法经说完了 授记完了 那一天的中叶 就入无疑涅槃 就入灭了 无疑涅槃 现在做一个简单说明 这个涅槃的意义 无疑涅槃 有小圣大圣的说法不同 小圣就是声闻教典 声闻教典的无疑涅槃 是指阿罗汉 灰神明智而说的 阿罗汉正到无神的国位 正阿罗汉国第四国 有了 那个时候他身体还在 叫做有疑涅槃 有疑涅槃 涅槃的真理是正道了 可是这个身体还存在 子伏已断 果伏又存 就是这一生的果报生还存在 种子 烦恼种子已经断尽了 可是果报生还存在 有剩余的果报生 所以叫做有疑涅槃 等到这个果报生也灭了 灰神明智了 果报生也灭到了 那么生至即灭 那个叫做无疑涅槃 没有圣语了 果报生也没有了 那就叫做无疑涅槃 这是生文圣里面所说的 有疑无疑涅槃 大圣的无疑涅槃 就近成佛才叫做无疑涅槃 这个无疑就是无助就近 无助烦恼完全断尽了 才叫做无疑涅槃 那么这个无疑涅槃不等到入灭 释迦牟尽佛在菩提寿下成佛了 就正到这个无疑涅槃 那么这就说明无助处大波涅槃 本来居住的离体就是涅槃 那么彻底证悟了 所有烦恼习气完全断尽了 那就正到无疑涅槃 这是大圣的无疑涅槃 不要等到入灭 成佛了就正到了 越离一说就是涅槃 越自说就是菩提 就是噢诺多罗三马三菩提 在教像上分别 涅槃有三种的涅槃 所谓性进涅槃 本性的性 佛性的性 圆进涅槃 圆满的圆 圆满清净 圆进涅槃 方便进涅槃 涅槃有这三种意义 第一种的性进涅槃 那就是人人本有的自信 自信清净心 那个自信清净心 就本来具足涅槃之理 真如自信 就是涅槃之理 也就是法身 众生的自信清净法身 那就是法身德 所以众生的如来 藏在八世田中 叫做如来藏 如来藏 众生不能称为如来 叫做如来藏 我们的如来是藏起来的 没有显现出来 所以法身呢 有两种意义 一种是自信清净法身 一种是 力构妙极法身 我们众生 只有自信清净法身 没有力构妙极法身 成佛了所有的烦恼断境 叫做力构 构就是烦恼 烦恼完全断境 叫做力构 那个境界是唯妙到至极 所以叫做 力构妙极法身 成佛才证到 这个力构妙极法身 那么我们众生 虽然由这个法身离体 只是自信清净法身而已 所以叫做信净涅槃 信净涅槃呢 凡慎平等 凡慎平等 实法界众生 人人俱足 一切众生本来俱足 不增不减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就是指的这个信净涅槃 越理说叫做信净涅槃 越众生的心体说 叫做自信清净心 那么这是本有的 远禁涅槃 就是成佛了 成佛才叫做远禁涅槃 完全断尽一切的障碍 就是烦恼 所知让整个断尽了 功德圆满了 才叫做远禁涅槃 这就是剥落的 以根本制 其厚德制 其这个此觉制 断烦恼 烦恼断尽呢 正道这个根本制 就厚德制圆满 就此觉 本觉此觉 究竟觉 三觉圆满 才叫做远禁涅槃 那么这个远禁涅槃 就是剥落的功德 叫做剥落的 那么要成佛才有 众生没有 有是有啊 没有显现 那么纵然有这个离题 没有显现 可是呢 佛就进正道了 所以叫做远禁涅槃 方便禁涅槃 就是可以在 非生非灭当中 四圣四变 全巧方便度众生 视线涅槃来动化众生 究竟写多了 就可以视线 这个叫做写多德 三德里面的写多德 为了众生的缘故 非生四生 非灭四变 例如释迦牟尼佛 因缘成熟了 出现世间 广度众生 远禁了 入涅槃 因为度众生的 因缘禁了 就在入涅槃了 那么入涅槃 就是非灭 现灭 本来没有生灭 视线有生有灭 这个叫做方便禁涅槃 虽然是度众生的 全巧方便 但是他不会遭到染污 清清净净 来世是清净 去世也是清净 好像莲花不被雾泥手燃 这个叫做方便禁涅槃 这个成佛才能得到 没成佛之前是没有的 我们的生死权利 自己还没有把握 那么就没有方便禁涅槃 所以这三种涅槃的意义 只有性禁涅槃 我们众生本来句说 圆禁 方便禁 对成佛才具备 这三的到了成佛才究竟成就 今天只是讲到如来 这个日月当命佛 便于中叶入无仪涅槃 佛入灭了 现在说的无仪涅槃 就是真正的 世生世命的那个方便的入灭 关于这个涅槃的意义 本来很多 只能说到这里 那么剩下的下文 留下一次讲 下课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黄宝灿即余谐宴口法会 恭请法务指导僧众主法 日期9月19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余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火车 社团法人中华国际公佛摘身功德会 潜心供养福田征 社心文法至会开 虚云老和尚云 佛法二宝 乃僧保扶持 若无僧保扶持 佛法二宝 无人留步 善根无处培植 故此摘身功德最大 摘身之目的 不持生且安心半道 助持政法 弘法立身 中华国际公佛摘身功德会 于民国92年成立 秉持公佛摘身为宗旨 佛日征徽 法轮常转 僧保宏愿力友情 自民国93年起 历年于林口举办 国际公佛摘身大会 至今既有17年 每年生且英贡人数 平均为7000余人 多年来 国内外供养生保人数 已逾40万余生次 109年 由于新冠病毒的疫情严峻 林口栽生大会停办 功德会为四世供养 寺院及道粮 去年赴节下安居的寺院道场 毛棚及佛学院 供养三保 109年7月2日 感谢台东海山寺提供场地 功德会与海山寺顺利举办 花冬公佛摘身大会 吉祥圆满 供养花莲及台东地区寺院的 珠山长老 法师 既有500多位 9月11日 静元护法会与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护国喜灾千僧祈福大法会 功德会受邀供养千僧 12月15日 于屏东潮州庙光禅寺 由台湾佛教总会 中华佛教比丘尼协会 屏东县佛教会联合举办 护国喜灾 全球厨艺消灾祈福超建 无遮大法会 功德会以亲父供养400多位僧众 国外共申方面 功德会以汇款方式 完成供养偏远贫苦 印度习近邦地区寺庙喇叭 僧众560位 供养布丹东部寺院约1200位僧众 供养西藏地区石余处佛学院 及闭关中心约3000位僧众等 合计供养国内外 约寄育有1万多位僧众 三宝的本质就是 般若波罗明多 也就是空性的智慧 供养三宝可以得到五种利益 身相端庄 气力争胜 寿命延长 快乐安稳 成就变财 东山高中董事长 沐元长老请说 斋僧其实是在斋你自己 你在成佛道上 你在广辟你的净土 你将来的佛净土 就在此时此刻完成 不是向外 一切一切就是为自己 功不堂捐 功佛斋僧是功德会的主要宗旨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尚未趋患 110年领口供佛摘僧大会决议停办 功德会仍依循每年模式 供养国内外结下安居寺院道场 毛蓬佛学院的僧众 今年预计国内供僧行程 1.5月8日于屏东庙方产寺 由中国佛教会 旗舰万元护国喜灾祈福法会 约800位僧众 2.8月29日于南投举办共生法会 预计供养约500多位僧众 3.10月17日于花东举办 功佛摘僧法会 预计供养500多位僧众 4.供养一些节下安居寺院道场及佛学院等 国外共生以汇款方式 1.大陆西藏地区寺院佛学院及毕观中心 供养3000多位僧众 2.印度、韩、南印度、北印度、习经 寺院佛学院及毕观中心 预计供养3000多位僧众 3.固丹寺院佛学院及毕观中心 预计供养1-2000位僧众 4.缅甸寺院及佛学院 预计供养1-2000位僧众等 4.落实佛陀智界的本怀 4.依律行持 5.正命生活 5.祈愿所有精勤修行的僧宝 6.都能得到充足的义务 6.饮食等 6.使其安心修学半道 中华国际供佛摘僧功德会 6.是国际性的组织 6.不分种族地域 7.所谓捐低会为无量功德海 7.我们珍惜每位护法居士的发心与愿力 7.会为无远福建的功德力 7.遍找法界 7.除每年举办斋僧大会 7.善款亦作为其他国内外佛学院 7.偏远地区或薄棚僧众 7.道梁 7.医疗 7.生且教育基金之用 7.以达真正护僧目的 7.安心半岛 7.无后顾之忧 7.我们借慎若实灾僧精神 7.凝聚众善为万丈 5体行光 7.有如汇聚照样十方共生行 7.灾僧之意 7.是以清净至强心 7.敬备生物与饮食 7.供养十方生众 7.以此功德力 7.能继现世父母 7.福征寿授掌 7.过去7世父母 7.六亲眷属 7.得出三途轮回之苦 7.获得解脱 7.功德会十八年来 7.心无疲厌 7.富持三宝 7.宏中点窖 7.连结十方善念 7.借由功佛摘僧的 7.书胜功德 8.回向法界一切友情 8.令所处世界一切相合 8.捐低财补师 8.犹如海大百川 8.流入汪洋大海 8.共生之福 8.善行随系 8.都有您一份花心的 8.功德福田 9.祝福您六十吉祥 9.福慧真援 9.身心康泰 9.随心满愿 9.菩萨云集献妙供 9.归敬三宝最吉祥 9.摘僧功德书圣行 9.无边圣福皆回向 9.不持三宝梦僧 9.请汇款至社团法人 9.中华国际功佛摘僧功德会 9.汇款账号 1.邮政划播 账号 1982-3420 1982-3420 顾名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功佛摘僧功德会 2.台湾银行中和分行 账号 0.0660-0103 1667-1667 0.0660-0103 顾名社团法人 中华国际功佛摘僧功德会 10.十地菩萨的发光地菩萨 是三地的菩萨 他请求佛法 授持佛法 能够忍受一切外在的境界 不再动心 他今修定学 得到慈悲喜舍四五亮定 不再被贪嗔鱼痴 所欺骗蒙蔽 圣格昇华 如同光明一样 驱散了一切的昏暗不明 所以叫做发光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